在今天持續來關注台北市大直民宅的坍塌案後續 這兩天連續有受災戶分梯次回家收拾 只有有受災戶帶著國小二年級的兒子回到現場 還說自己現在很幸運 因為已經在兒子國小旁邊找到了租處 雖然租金並不便宜 但總算能夠先安頓下來 花了兩天分批把家當搬出來 國小二年級的兒子就待在旁邊 有情友陪著他看影片 等著爸爸進屋收拾 準備住進暫時的家 要出租的其實沒有多少間 其實很難找 趕快當下就看了幾間 就趕快把它決定下來 租金三萬多快四萬 對 現在租金很貴 這名五樓受災戶是中醫師 剛好進屋收拾提次都在修整時間 才能親自回到家裡搬家 第一時間搬出的家具是兒子的書和玩具 家中的幾張桌子 第二次進屋才陸續搬出來 準備送往租屋處 可以在兒子就讀的國小附近找到富家具的租屋處 算是不信中的大幸 雖然租金不便宜 但孩子上學能不受影響 總算能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 受災戶分3T次回家 收拾作業終於告一段落 但不只是屋主 大學生租客也得匆匆忙忙 在上課的空檔 急忙搬家 就是因為離住的地方比較遠啦 就離生活圈比較遠 就是其實就是學生 就離學校其實走過來也要一點時間這樣子 對 目前可能不便就是大概是這樣 住處突然塌陷 生活日常全被打亂 只是回家拿貴重物品 又是一項挑戰 也有長者是由家中的兒女 幫忙回家收拾 因為只要一看到自己的家 變成這副模樣 實在觸景傷情 TVBC新聞綜合報導 在關注大指名宅的坍塌意外 北市府認定除了坍塌戶之外 都可以回家居住 只是有屋主回家查看 發現自己家門外 有一條長長的裂痕 地板也有下陷的情況 直呼這樣子怎麼敢回家住 另外也有住戶帶我們上樓 發現牆壁多了好幾道的裂痕 就連房間門也根本關不緊 讓他們質疑這真的夠安全嗎 大指名宅坍塌意外 雙號及部分單號的住戶 被認為安全無餘 終於可以回家 但才剛走到門口 就發現鐵門旁的牆壁 立了一個大洞 寬度至少一公分 看到這一幕 住戶不敢回家了 地板下陷了五公分 那牆壁龜裂 它現在狀態都已經是懸空了 那它只是稍微支撐住 讓鐵櫿門不會掉下來而已 可是我們不敢保證說 什麼時候地震的時候會垮下來 都發局當初從監測資料看 認為安全無餘 開放讓住戶回家 不過家裡不只出現裂痕 鐵門甚至也關不起來 屋主認為是否應該積極檢測 我們所得到的訊息是 現在是安全可以回家住 可是我們回去看是不能使用的 那我們不曉得說師傅要怎麼做 師傅強調是安全的 但就怕一個不小心 如果房子塌了該怎麼辦 住戶表示現在只敢住在旅館 而不只他有其他返家住戶 帶我們入內查看狀況 全部都 我剛才看到帽出來 這樣你看你踩下去這樣 地下室積水樓梯地板嚴重軍裂 其他樓層牆壁地板也有裂痕 地板牆壁軍裂連房間的門都關不起來 看到這狀況不免擔心北市府的勘查 有沒有完善 都發局表示目前安全無余 不過如果住戶有疑慮 從15號開始就會派技師住戶 進入勘查狀況 如果有迴損會交由機台建設修繕 但不修繕該怎麼辦 北市府承諾將會承擔責任協助復原 只是好不容易從安置到可以回家 卻看到自己的家園變成這副模樣 就算要回家也難以心安 體會生王靜如蘇佩與黃俊維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好 回來針對台北市大殖民宅塌陷案 台北市議員就批評市府說 幾個月前就接獲了居民陳情 卻選擇相信建商的零損報告 因此批評蔣萬安縱容機台建設 在下午就到了監察院 對台北市政府舉發獨職 蔣萬安不要縱容機台 大動作來監察院舉發 北市綠營議員這次矛頭是台北市府 我們調閱相關的資料來檢視 就發現說蔣萬安市長講的根本就是空話 大殖民宅塌陷案 綠營議員要求機台建設負起全責 同時批評蔣萬安則無旁貸 明明可以及早調閱工地監測紀錄阻止意外 但市府卻雙手一攤 台北市政府跟機台建設成為同夥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請蔣萬安市長第一個道歉跟市民道歉 第二個請他不要忘記 是台北市民一票一票把他投出來的 如果有相關的維持 我們一定徹查到底 絕對不會固端 一定會依法來辦理 北市府下令都發局與四大工會 進行184處工地的聯合機查 其中就包含了松山區的這束工地 要避免機台大指的漢市再次重演 超時超到那個精神都快要分類 很厲害喔 那邊挖的話這邊好像在地震一樣 他們比較曉得我們是不曉得嘛 他們內行的一看就曉得說 哪裡什麼瑕疵他們就知道 184處工地裡面包含信義區 松山區 南港區 內湖區等等 現場工地主任也證實 前一天建築師工會的確有來稽查 針對工地的開挖深度 道路檢測 以及工地四周是否安裝檢測儀器 會查一下他們的黨土幣單元的紀錄 有沒有正常 還會看他們的抽水的相關配置 是否有照計畫書去做 支撐軸力的監測 然後還有黨主想有沒有特意的那種監測 加強全市工地茶盒 講完加強力道 網洋不牢 TVB的新聞年幼城李宗澤 台北採訪報導 擔心會成為大直坍塌案的翻版 在台北市大紅區現在有住戶控訴 說在住家旁邊是重慶北路三段的一個建案 施工一年多了 已經造成周邊住家有人牆壁軍店或窗戶變形 房屋也傾斜 可是求助台北市政府都沒有獲得正面回應 真的有夠氣 因為自從該建案開口 噪音吵雜不說 好好的家更是這裏裂 那裏壞 窗戶也明顯變形 甚至用球一丟也看得出房屋已經傾斜 但更讓他們不滿的是 這些損害北市府似乎看不到 直言自家根本就是機台翻版 住戶代表指控去年建商開始拆除房屋後 周遭共18戶的住家開始出現零損狀況 陸續求助里長反映給建商及市府單位 最後透過第三方鑑定 換來的報告結果 竟是無力級公安意外 房子安全可住人 過去他就依照這個 這個報開工程序就才開始做施工 那在這個過程之間 漸天的過程之間 他是都沒有動工的 我們幾十年來都是正常使用 我們沒有不正常使用房子 是你們在旁邊蓋房子 我們才變不正常 記者會現場氣氛火爆住戶更提供三關鷹黨質疑建管處 包庇建商 被點名的建管處人員否認指控 至於建管處私下透露 當初第三方鑑定人員也是住戶自己找的 因無重大公安按規定也無法勒令停工 但有機態大直案白前頭 住戶的焦慮和壓力 逾日俱增 七里面新闻 華健森邱安柔 台報道 今夜最新的就是大直的樓塔案 蕭早又傳出激烈爭吵 晚上的說明會只開放給當號25戶住戶 引發雙號住戶的不滿 認為被差別待遇 再次爆發激烈口罩 但是我們也是受損戶 那為我們的權利 對 然後轉官也是同意我來這邊 那現在又不行 但是要怎樣 因為我們12號14號 是被市政歸類為就是尾樓 那尾樓 那就是說以後我們要買房子 他現在就是說監聽我們是安全的 可以記住的 但是我們已經被標籤了 那以後賣房子這個屬次要找誰要 因為 群組上面的長官他沒辦法回答 他叫我來這邊請問他 就是說 激態這邊有來 激態對我們完全都沒有講過半句話 所以說很惡指的公司 現在沒有人疼我們 沒有人理我們 連激態也不甩我們 那我們是活該嗎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的副手人選 呼之欲出了嗎 今天他也首都預告 將在14號上午8點半 公布自己的搭檔人選 而在那之前 今天下午他受到了歐洲商會 邀請發表演講 一位德國外沙海 直接向他表示 願意幫忙連署 歐洲商會成員面前自戒 2014大選 郭董自任 很有機會 接下來 這位舉手的成員 更讓他 藏不住喜悅 要取得大選 入場券 每份連署都關鍵 而這回演說 印歐洲商會邀約 看到同業郭台銘 似乎也 倍感親切 我的責任出來 就是幫你排除一些障礙 完全公開 透明 就是你 台灣 不會 不必 也不需要 變得無根 首先他是一個大領導 所以他已經是 一種研究 在開展的 工業業業業 在過去48年 不是我來評論 世界都可以 1月13號的時候 我贏的話 要開這瓶香檳 但想打開香檳歡慶 有很多前提 像是副手人選 不能再跟外界 玩猜謎 你們不等 不差這十幾個小時 明天早上 八點半 你們就會知道 要解開副手謎底 本人預告 14號一早 準時鎖定 不過國民黨 總統參選的侯友宜 剛好也要在這天 展開防美型 這項安排 是否別有用心 我們都排了很久的日子 我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房 那會助他出房順利 我想我希望住房是 中華民國順利 閃避侯友宜 就祝中華民國順利 TV表演 徐鋒衣 自動徐鋒衣消除 台北報導 新主市長高鴻安 正義連環報 柯文哲現在的處理 態度也很微妙 就怕傷了自己 本命區的年輕選票 他有哪些做法 詳細容在 資生記者邱婉柔 新主市長高鴻安 最近可以說是 爭議連環報 住豪宅 搭名車 甚至連離職下屬 都控訴 好朋友 李中廷干政 那麼郭台銘 是昔日高鴻安的老闆 他說他相信 高鴻安是清白的 支持他用法律 來證明自己清白 不過另一個 民眾黨黨主席 柯文哲 他的態度就比較曖昧了 他說不知道 細節無法回應 要高鴻安自行對外 來說清楚 這是有意在切割嗎 其實柯文哲今天在記者會上 也特別強調說 絕對不護短 甚至還說可以推第三方平台 來檢視高鴻安 至於前康明爆料 高鴻安的證據 他說大眾自然會有評論的 但這高鴻安到底有沒有 傷及柯文哲的選情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年輕選票 可以是柯文哲競選 2024大位的最大籌碼 那麼高鴻安會不會把年輕選票給敗掉呢 尤其柯文哲要保住新竹市的本命區 是否也要先與高鴻安保持距離呢 民進黨這邊就建議說柯文哲應該切割高鴻安 而且這是好意的提醒 不然的話柯文哲現在不切割的話 反而之後會有反作用力 好另外民眾黨宣布跟會計師事務所 情業重心合作要引進第三方舉報平台 來進行黨內的排黑掃黃 昨晚前民眾黨中央委員張一善就爆料 說對方沒有要接這個案子 尤其早上記者會事務所代表也沒出現 就傳出事務所要接民眾黨的案子 壓力不少 有沒有記者特別禱告的嗎 有變啊 雖然嘴上說不用來到宜蘭拜廟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很需要求好運 才宣布引進知名會計師事務所 情業重心的第三方舉報平台 要在民眾黨內排黑掃黃 誰知道突然傳出對方反悔不合作 前民眾黨中央委員張一善 臉書爆料 情業重心沒有接民眾黨的案 將發新聞稿澄清 據了解情業重心接下民眾黨的業務 確實有不少壓力 雙方合作被報告吹 記者會上似乎可見端倪 我們引進這個第三方的外部集合機制 原本民眾黨通知事務所將派兩位代表出席 結果仍沒出現在記者會 事務所要說明的部分 改由民眾黨赴密許甫接手 他們這邊說 因為他們今天臨時有藥物在身 所以可能臨時不可出席 非常抱歉 只是第一時間聽到時 民眾黨一頭霧水 連忙找出合約書 白紙黑字為證 不懂爆料內容從何而來 張毅善後來解釋消息未經內部確認 已經刪除文章讓民眾黨很火大 造謠一張嘴然後曾經跑斷腿 其實合約書就在這邊明明白白 就已經簽訂好的事情 所以我不了解張毅善他的所謂 什麼不合作的根據何來 不過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輕易的刪掉了一篇臉書貼文 不過卻造成了很多的誤解 結果證實烏龍爆料 柯文哲要透過第三方檢舉 對黨內大掃除 外部小消息 別再來亂 也要求神明來保佑 PBBS新聞畫哨品檢大 陳麗皮 台北一蘭採訪報導 總統大選也連帶牽動著立委選情 現在藍營內部就擔憂 2024藍營立委席次恐怕得下修 還有辦法三黨不過半嗎 再請宛柔我們分析 國民黨在2024不只希望可以重返執政 甚至在國會也希望席次 可以再度的過半的 不過他們原本評估 就2024的國會席次 是比較樂觀的55席 但隨著侯友宜的民調持續下滑 他們的席次也逐漸下修了 像在2023年的時候 已經下修到變成50席了 現在再調降成 選舉開票不能低於45席友 他們現在也知道 現在菲律難以整合 總統選情低迷 國會席次只能逐步下修的 尤其國民黨在政黨不分區 是遇到民眾黨的強力競爭 再加上趨立委跟民進黨各縣 是硬碰硬對決 有些地方勝算或許沒有那麼大 所以就2024新國會席次 要超越民進黨的可能性 可以說是非常低的 他們自己也知道說 2024總統勝選重要 但是國會的主導權也是滿重要的 因為現在的國會就是 民進黨單獨過半 所以要比表決 其實國民黨都是輸人的 但2024新國會能否再一次 實現三黨不過半呢 國民黨的黨魁 朱利倫可以說是力推藍白盒 但是呢能不能成功呢 沒有人可以掛保證的 而這決定因素就在於說 侯友宜的表現能否讓藍營的選民歸對 再來看又有最新民調顯示 民進黨賴清德雖然目前支持度仍然第一 但民調卻出現停滯狀況 關鍵原因有哪些 再把時間交給婉柔 民進黨總統參選賴清德的民調 現在可以說是穩定領先的 但是對比他過境美國回來的高點 百分之四十二點五呢 他現在看起來似乎是回不去了 前立委郭正亮就說 賴清德的民調拉不回去 就是因為民進黨內政 可以說是連環報的 像最近非常熱門的巴西彈爭議 還有就衛福部七年 到底在做了什麼呢 賴清德現在提出來改善互併比 也被說是拿三根拜侯友宜的政策 引起很多質疑的聲音 就說這些問題怎麼現在才提出 為什麼現在才提出來 要來騙選票呢 那麼郭正亮也提醒說 最近還有一件事情 是會影響賴清德選情的 就是大陸在10月12號的時候 將會提出貿易壁壘的第一波調查 緊接著選前的前一天 可能會提出最後一波的調查結果 等於說這中間的這幾個月 可能會討論台灣未來開放 大陸商品進口 或出口至大陸的商品 將被加稅 預期這三個月將影響總統大省民調 還想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拿起手機 掃描旁邊的QR Call 加入TVBS新聞App 更多的即時訊息 帶你一手掌握 小內閣被請辭 風波至今還在延燒 因為前局長錢康明 又再度PO文爆料 明明就有跨年晚會 不但編列預算 甚至還都全權交給了 那麼高鴻安的男友處理 似乎就是黨人財路 才會引發後續的紛爭 不過呢 市府也再度出面 發出聲明 意義勃斥 再次出庭短短幾秒鐘的路 被三十多台攝影機圍著 高鴻安事後卻自嘲出庭 像在走星光大道 此花一櫥用另一種方式 看待進行風波 只不過短短的時間 前康明又再度爆料 似乎被請辭 就是因為跨年晚會這件事 還提到從今年三月中旬 原本跨年是承銷處辦 但只有三百五十萬 高鴻安認為不合理 才要求文化局提份 一千七百萬預算的企劃 因此市長把這個任務 交給文化局主辦 這筆三百五十萬追加預算 自然就變成文化局的 還說可以找李中庭討論 更直接PO出對話記錄 前康明多次想找李中庭積極討論 卻遭到冷冷的回應 只是事後想想明明李中庭 不是市府人員 最後竟反過來要求 前康明不要插手跨年晚會 甚至還說討論群組 盡早吳玉錦剔除 市府再度回應跨年晚會的事情 早在七月份就已經底定 甚至新宿縣也一起發聲明 強調縣市支持民間舉辦方式 至於群組的事情 則是前局長離職自行退 工作群組 並非無故被消失 跨年晚會這當中 可能有違反採購法 等相關的情勢發生 那你因為這樣的爆料 而犧牲掉跨年晚會不辦了 充足小內閣後的風波 演變成隔空互相 儘管雙方你來我往 各提證據 看起來近期恐怕沒那麼快落幕 TVN新聞陳世銘 顏身份王四川新竹採訪報導 政治焦點先來關注 民眾黨為了黨內要反黑反黃 他們乾脆推出所謂的 第三方平台 供大家匿名檢舉 柯文哲說 這個機制剛好可以用來解釋 高鴻安 大酸民進黨有臉說別人 沒嘴說自己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受不了黨內幹部染黑色黃被諷釋 文哲堆 推出第三方平台供檢舉 只是這機制是否適用自家新竹市長高鴻安 近來一連串爭議 製度要上線嘛 剛好拿來 用來檢視高鴻安剛好 家人幹證你知道嗎 這條怎麼定義 我們英文叫debug 就是遇到問題 我們在檢視我們的系統到底哪裡 為什麼能不能卡我這個問題 我們再修正 看來連柯文哲都覺得不妥 因為高鴻安的男友李中庭 沒掛市府任何職務 卻被報干涉新竹 跨年晚會 常進出市長市等 儼然是地下市長 台灣民眾黨當然不會負短 既然文化局長說 他今天中午要上節目 不過高鴻安那邊也會準備 他們過去對他的一樣 也有收集他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兩方都公佈以後 你知道 社會大眾自然會有一個評論 高鴻安的是非對錯 柯文哲交給社會大眾公斷 只是租豪宅 搭名車等連環報 豪車行為跟柯文哲標榜的連檢 很衝突 再再都加深負面印象 恐怕對柯文哲的選情很扣分 批評也不是壞事 所以一開始被罵很不爽 如果有個政黨跟你說 他們都沒有犯錯 那就是假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承認 我們一定有缺陷 有缺陷就改 轉個萬任多少 少被波及 但衝擊有多少沒講 柯文哲要正面迎戰 去年曾挺到底的子弟兵 逼得自己再站到風頭上 但礙於社會觀感至上 柯文哲想挺 也不全挺得下去 TVBS新聞話少評地評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